印度国防部3月4日发布消息称 印巴边境两国再次互相展开炮击 双方行动持续了三个小时之后 6点30分双方停止攻击 印度还宣布自己大获全胜 最近刷爆网络的印度飞行员阿比纳丹 刚刚回国没多久 印度就再度对巴基斯坦展开了炮击 显得毫无诚信可言 巴基斯坦方面在两国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公开表示 不要再继续冲突状态 两国的冲突不是两国首领所能控制的 巴基斯坦为了表示诚意 在很短时间内 便归还了印度的被捕飞行员阿比纳丹 并且在俄罗斯表示可以为双方 搭建一个斡旋平台的时候 第一时间便表示愿意加入这样的平台 称是巴基斯坦先发起攻击的 这分明是诬陷与攻击 印度为什么要这么做 无非就是因为自己在刚刚过去的 第一轮冲突中损失了战机 飞行员被捕 把脸丢到了全世界 并且印度为了在国际上争回面子 拿着一个导弹碎片硬说击落了巴基斯坦的F-16战机 却没有见到真正的F-16战机残骸被平平打脸 本次睁着俩眼说瞎话 硬把双方抛击的原因 归结于巴基斯坦方面主动进攻 印度每一次的所作所为充分显示了 其不配做一个南亚大国 根本言而无信 正如英国报纸所说 印度是派出战机入侵巴基斯坦 表明了这个国家根本不拿和平当回事儿 而且印度的战机是在第一个回合中就被打下来了 落了巴基斯坦的境内 这就更让印度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 是印度入侵巴基斯坦的有利证据 这就叫偷击不乘法十八米 印度时时刻刻想在国际上找回牌面 极力地想再次表现自己 才会出现本次继续抛击的事件 作为两个核武器拥有国 印巴冲突本来就令全世界非常担心 现在印度还在继续抛击巴基斯坦 分明是想把冲突扩大化 如果印度真的是为和平着想 就应该回到俄罗斯为印巴双方 搭建的谈判桌上来 避免核战争 没有什么不可谈判的 印度总理莫迪为了大选胜利的意义 把印度全国十三亿人和巴基斯坦 接近两亿人全部绑在印巴冲突的战车上 可谓是是生灵如草芥 本来这个方法适当用力用 确实有利于莫迪的大选胜利 但是现在用得过头了 印度人已经开始对莫迪产生厌恶情绪了 莫迪非要继续硬着头皮 打一场自认为全面胜利的无意义之战 就算有一部分印度人同意 可是巴基斯坦人民会同意吗 绝对不可能 就连巴基斯坦的骁龙战机也不会同意的 国际上已经开始出现对印度不利的声音 broth3rmax